后面皮亚杰之后有其他学者 叫做后皮亚杰主义的学者 他们提出一个新的 他们说后面其实还有一个阶段 这不是最后的阶段 叫做后形式运施期 形式运施期有的能力是抽象思考 你可以想象一些抽象的东西 把具体的东西在你脑里面成为一个形象 所以你没看到东西你也可以思考 这是抽象思考 后形式运施期包括一些能力 第一个包括后设思考的能力 还有什么呢 批判思考的能力 或叫做辩证思考的能力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刚刚课本这边 246页倒数第三行 他说会系统性的批判自己 这个呢就是后形式运施期的人才有的 简单来讲 这个时期的能力叫做智慧 如果说形式运施期 发展很好的人 我们说他很聪明好了 他的数学啦 物理啦 这些学科哇 他成绩都非常好 我们说他很聪明嘛 后形式运施期发展出来的东西叫做智慧啊 意思是他不会被骗 诶 譬如说后设思考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我们 有一本书叫做 有关于投资与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他说 投资要获利 你要具有这个 第二层思考 什么叫第二层思考呢 你要比别人多想一步 今天你看新闻 新闻说 哇某某公司 下个月的这个财报很好看 今年的财报很好看 明年股市会大涨 你看到这个消息 你马上就投资这间公司 买这间公司的股票 这叫做第一层思考 有的人比较聪明 他讲说 新闻都这样子报了 这个消息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该买的人都买了嘛 对啊 所以股价已经是高点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不应该买 反而他涨到太高的时候 我还应该买 或放空 这个就是什么 第二层思考 对啊 对不对 那你听到说 现在油电双涨 电费又要涨了 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很生气 然后抗争 说怎么可以涨呢 不能涨 很激动 这叫什么 第一层思考 第二层思考是什么 你想说 那到底 电油涨或没涨 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处 或什么坏处 或者我们这样问 电费涨价对谁 对这个大老板 企业工厂的好处比较多 还是对我们个人 家庭用电的好处比较多 对工厂的好处比较多嘛 为什么 因为工厂企业 他们用电量是比较大的嘛 对啊 所以涨价对他们比较不利哦 如果国家确定不涨价 可是世界的石油就是涨啊 电费没办法啊 一大堆人在反核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电就是不够啊 电费就是要涨啊 不涨还是要用电啊 谁来付钱 就政府来付钱嘛 很简单嘛 政府怎么会有钱 谁付的 人民的纳税钱 说是谁在缴税的 是一般穷人上班族 还是企业家 十大首富 当然是穷人在缴钱啊 有钱人哪有在缴钱 他们根本不缴钱的 所以有钱人就是用这种方式 把穷人的钱放到自己的口袋 然后让你不知不觉 对不对 譬如说很多金融产业 都是这样子啊 这个你把钱存在银行 银行如果倒掉了 国家就会有一个 这个中央储蓄保险公司 他就会赔你三百万以内 全部赔给你 用谁的钱赔 政府的钱嘛 就是我们的钱嘛 对啊 奇怪银行倒闭了 他没办法把钱给存户 应该是他自己要负责啊 怎么会国家来负责呢 啊如果这样子 那金融产业大家就很好做了嘛 我们就尽量杠杆操作 做很高风险的冒险 啊赚钱的我自己银行赚 赔钱的赔钱就银行出来帮我赔 我要倒闭我就说 哎呀我们公司我们不能倒啊 倒的话很多人民会受害啊 政府就要来金援嘛 所以就是用穷人的钱 拿去给有钱人冒险 我说有本书很好 就是说父爸爸有钱人的大阴谋 他里面全部都在讲这个资本主义运作的模式 对啊 运作模式很简单啊 就是穷人的钱不断的往 有钱人那边去嘛 啊你都不知不觉的嘛 这叫做第二层思考 而且我们刚做的这个推理 已经不止第二层了 好几层 这叫做后设思考 思考就是你知道你在思考 啊后设思考就是你在想一件事情嘛 啊后设思考就是你知道 你在思考你的思考 这叫做后设思考 对啊或者叫做后设认知 第二层思考 啊什么叫批判思考 或辩证思考 就是要这边讲的系统性的批判自己 批判思考简单讲就是 你要去挑毛病 你要去找出不对的地方 或是不相信的地方 可是这个相信跟不相信 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功能 相信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认知系统里面的系统一在负责的 也就是说哦 你去相信一件事情基本上是不费力的 哦 对啊 很简单很直觉的很本能的 你就会去相信一件事情 可是不相信是哪个系统在负责的 系统二 你要不相信一件事情哦 是非常费力的 然后又努力思考的 哦 我们每个人接受到一个讯 任何一个新的讯息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 你的大脑都是相信的 然后你要怎么样会不相信呢 就是你先接受说 哦 这个应该是对的 然后你再来反复思考说 那有没有推翻这个想法的证据 你发现有 你才有办法觉得说 你不相信这个资讯哦 所以不相信是系统二的 哦 所以那个很多激励讲师哦 他都喜欢做什么事情 他都喜欢相信自己 相信你一定办得到 目标设定 相信你可以的 为什么 哦 因为相信不费力嘛 啊 大家也喜欢相信 这种激励讲师的说法 因为他很轻松 哇 我相信我一定做得到 我设定目标 我一定会成功 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 哦 设定目标的当时很开心 可是反过来批判自己很难耶 你要去哦 不断的想说 我真的办得到吗 哦 首先他很费力 系统二你要思考 再来他会损及你的自尊 哦 你不断的批评你自己 批判你自己嘛 你可能是错的啊 你就会觉得很没有自信啊 哎 所以这是比较难的啊 哎 那可是你又偏偏偏要有批判思考 你才不容易被骗 因为人家跟你讲一个资讯 如果你都不动啊 你的直觉反应就是相信嘛 那你就很容易被骗啊 人家叫你去哦 ATM汇钱你就去 他叫你按什么你就按 然后钱就汇出去了 因为你没有思考 你要用这个批判思考 你就想 哎 真的是这样子吗 哦 国税局退税真的会这样打一通电话 然后叫我去ATM按一按吗 这时候你就会思考 他就会选择不相信 所以通常被骗的都是比较没有智慧的 他